更誇張的是 我們國小都還沒畢業 國小都有畢業典禮嘛 然後就有同學陸續不見了 沒來上學 那國小的我的老師 還要去他們家 家訪 拜託他的爸爸讓他回來 至少領個國小畢業證書 你知道我同學去了哪裡嗎 去哪裡 去工廠當女工了 他就說 還沒畢業 小學還沒畢業就去當女工 小朋友 頭髮要幹什麼 因為他們那一代 就是我的爸爸那一代 他們很多也都是 國小畢業而已 所以我都相信 就是貧窮會世襲 其實如果小孩子 其中有一個是 就是投資一直失敗 或者是無疆錢 父母會很傷審 但是也會捨不得 說他現在需要幫忙 你能夠不幫他嗎 不可能不出手救他 回來又跟你說 第二次現在要來賺 第二次要來賺你兒子的 貧窮 你會幫忙嗎 我會請另外律師幫助他開 因為我覺得不能夠給錢 因為給錢就完 只要開這個原理 會給不完 貧窮就要賺回來 那只能 把救我 詐騙 那詐騙集團 對 我覺得詐騙集團可以 缺眠自己 不然就是真的 我不會給他錢 你不會喔 我不會給他錢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給他錢 因為真的 我看過太多 你只要一給錢之後 他會更慘 就是跟吃豆一樣 你吸毒 因為他已經有地下潛裝表示 他不會是剛開始 已經吃到有一點重了 像是吃毒品一樣 那他後面 你如果再給他毒品那不是死 那詐騙你會給嗎 我真的要看狀況 對 因為 因為我有看過一個例子 如果賺一支一條 沒關係 人家丟下去 不可以給他 他賺一支 還有一支可以 他要說我兩個都賺掉 還有腳 對 因為這個沒有遇到 你不知道 但是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我看到他那樣的狀況 我真的會覺得 因為他會覺得說 一樣 就是一個最 最小的小孩 那就是要吃不到錢 然後又到處闖禍 那只要就是反正闖禍了 就是媽媽會幫他處理 爸爸會幫他處理 所以一直處理下來 爸爸媽媽的錢都去擺掉了 房子也去貸款 連那個保險 都去借出來給他用 那這個爸爸媽媽這樣做 其他兩三個兄弟 姐妹看到這樣的情況 本來都覺得不要計較 因為他就真的 就跟爸爸媽媽說 你不要再給他了 你再給他 他就是無底洞這樣子 爸爸媽媽說 可是就是人家地下錢 要要抓去抬了 要怎麼做 他就是一直被勤勒 到最後連他的其他小孩 都不理這個父母了 因為你也沒有錢 你留給我們的只是債 那真的牽緊繳鎖鎖鎖鎖鎖鎖 孝賣賣 沒關係 他就不會去捕 他就被切斷 我寧願付照顧他的錢 我也不要一直投錢 然後讓我其他小孩埋怨我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像剛剛那個立方講的故事 就是比較有能力的 或是比較有錢的 他不是該死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例子 都是家地的比較有錢 你比較好過 你幫他幫忙嘛 但是你不可能一而再再生 我也有我的家庭 我在努力奮鬥賺錢的時候 他在吃喝嫖毒 那為什麼我要把我辛苦賺的錢 拿去給他 所以父母親不要自己去做這樣的事情 也來要求你的其他小孩 去援助其他人 很多個父母會這樣 會這樣啦 人家說一人一家歹嘛 就成家立業之後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 公母雖然敗 對啊 就是這樣 有的人又沒有敗 公母 要給爸爸媽媽順順拿錢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翠芬 就是說這個小孩子不孝 跟從小的教育有沒有關係 當然會有一點關係 但像剛剛儀里講的這個案例 這個小孩要不斷的投資不斷 他的背後的心理是什麼 要翻身啊 對不對 我只是不認真 所以他其實要的是證明 跟渴望被肯定 你就一遍給我 我就證明給你看 對 所以如果說他真的就是想要 就是要被肯定 他其實內在這個動力是很強大 我們可以看到他內在有這個動力 可是相對他都沒有從他過去的 失敗的經驗中學到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越是想要證明自己的小孩 越是要立刻證明自己的小孩 他反而會那個洞會越來越大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 發現孩子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諮商真的有遇過 有這樣的小孩耶 會不斷跟媽媽拿錢 然後真的像地下錢莊 真的可能他會遇到很多 真的生命危險的時候 那媽媽這時候通常都會不忍心 都會想去救他 那我也會跟他們討論說 可是那個已經把真的把父母的財產 都吸光了 已經通常都是在吸光的狀況下 才會來做諮商 說那這樣我要怎麼辦 我要不能再供應他了 其實有時候你狠下心來 反而對你的孩子有幫忙 所以不給喔 不要給 但是要救他 不給但要救 要什麼救 報警啊 報警啊 其實我會覺得啦 通常孩子沒有想要那麼危急 不一定會那麼可怕 就是立刻報警 然後去救他的安全 但是錢不要供應 因為你如果一直供應錢 他就潛意識當中 他就會利用這種 製造這種麻煩 然後不斷的闖禍 其實不斷闖禍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心理收穫 就是可以感覺到爸爸媽媽最關愛我 所以你不要讓他覺得 他當他闖禍 他另外一個心理說 我在我爸爸媽媽心中 還是一個重要的孩子 他是藉由這種破壞性的 來引發你的注意力 可是他潛意識 是可以得到滿足的喔 你不要覺得他一直闖禍 好像一直給他那個 他會覺得羞愧 他會覺得難過 剛好相反 那個吉他閉在現在也很生氣 因為他一直跟老爸媽媽窩錢 那個錢後面 其實都閉在現在 對啊 所以是我那個朋友的老婆 就先發生了 他覺得說 你哥哥都外面這樣子 弄成這樣子 你那麼認真的在上班 你們爸爸的薪水 我看你爸爸也沒有分給你什麼 你的錢 你們家的錢都被你哥哥擺掉 其實還是在結婚 然後就後來本來都一起吃飯 對 然後因為後來阿公跟爸爸 還是都有出手救哥哥 然後那個他老婆就說 我不會去吃飯 就是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比較乖的 然後比較沒有闖禍的 對 那我要忍受這些事情 沒錯 真的 好 那立芳是我們家裡 海比仔 是個小村落長大的 對啊 你的家裡很傳統嗎 很傳統 應該是說我們長頭的人 都很傳統 然後我從小念國小 因為我沒有 我們鄉鄉地方我等年代 沒有幼稚園 所以我是從國小開始念 然後我的國小同學裡面 我們家是比較奇妙 就是我爸爸比較重女輕男 就是因為我媽媽可能就是不孕 所以判了很久才有我 然後又判了七年才有我弟弟 所以我當年就是判了很久 有我就是爸爸就是很寵愛我的 那後來有了弟弟 其實無損於爸爸寵愛我 對你的寵愛 可是從小很奇怪 那個寵愛有多寵 多寵 我爸喔 因為我當作家人 那養魚 就是一年會收成個兩三次 就是冬天的時候就會收場 然後都會有那個很大的那個卡車 然後來那個漁獲 那個漁獲就載滿了整個那個打氧氣的那個塑膠桶子 然後那種大卡車就運到台中的漁市場 或台北的漁市場 所以我爸爸就是連夜會去漁市場 就是給那個算大盤披貨賣掉 賣掉之後我回家 我隔天我爸爸跟著大卡車回來 我一定會有一個禮物 可是那個禮物很很奇妙喔 不是說什麼玩具巴比娃娃沒有 我爸爸給我的禮物都是那種 比如說烤箱 我們小時候就有這個烤箱喔 他問都市才買得到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我要買這個回來 然後問我爸都叫我阿虹嘛 他說阿虹就可以吃什麼東西 就會交代我媽媽 要做什麼東西給我吃 你怎麼吃成這麼瘦 沒有 因為我都吃我們家的魚跟蝦蛋白質 優質蛋白質 那所以我爸爸其實都對我很好 可是我從小從同學裡面 我就覺得很奇怪 真的我們整個好像是重男輕女 很嚴重喔 像我的同學 他從小就會 就是有時候我們上課嘛 然後不小心有時候 又需要脫襪子 因為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都是躺架腳 郑大哥 對這樣 然後我就看我同學襪子都破了 也不然鞋子布鞋都開口笑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破掉為什麼 那判起來還要穿 然後他就說沒有辦法 我的女同學就說 因為他媽媽絕對都是只買給哥哥跟弟弟 他跟他姐姐四個小孩 他跟他姐姐中間 就是只能穿哥哥 穿不要的 對 然後弟弟永遠都是新的 他們都是穿二手的 開口笑也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很離奇 因為我爸媽買給我什麼都是新的 然後我也是第一個孩子 然後更誇張的是 我們國小都還沒畢業 國小都畢業典禮 然後就有同學陸續不見了 沒來上學 那國小的我的老師 還要去他們家 家訪 拜託他的爸爸讓他回來 至少領個國小畢業證書 你知道我同學去了哪裡嗎 去哪裡 去工廠當女工了 他就說還沒畢業 小學還沒畢業就去當女工 老公子那頭子要幹什麼 因為他們那一代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 他們很多也都是國小畢業而已 所以我都相信 就是貧窮會世襲 對 所以我的同學是這樣被 他的媽媽爸爸被老師 拜託才回來的 那更不要說 你看後來我們長大了嘛 那我有些同學就是 好啦拜託 有些是念到國中 然後就去 我們最常去那個男子交工 國傭 對 男子交不出來 沒錯 然後就真的去當女工 我是很幸運 因為我就一路去念大學 我也是我村子裡面的 記住喔 有烤箱小孩會讀大學 不是這樣嘛 不是 因為那是父母 對他的疼愛 他會感受家裡溫暖 所以那個父母的愛 會讓你想要 對 比較好的表現 然後因為我爸爸 從小就跟我說 你老公你要讀小孩 你要去科台行 然後去念 就是要去吹冷氣的工作 不要像爸爸媽媽這樣子 就是刮風下雨都要往外跑 干扣 對 干扣 所以我就說 那我好像就只要讀書 就好了這樣 可是我的同學們就會有那種 就是去當女工之後 偶爾我們會回鄉下的時候 就會過年會遇到嘛 然後就說你現在在幹嘛 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就說 我那個穿破襪子的女同學 他在當那個美髮業的會計 因為後來有唸到高職 算不錯喔 唸到高職這樣子 結果他就說 那你最近好不好 結果他都要幫回來 付給他的 什麼爸爸媽媽的 這些相關的長照的養老的費用 那你說他說 你不是有哥哥弟弟嗎 他說對啊 哥哥就繼承家業 可是那個這做田嘛 做做田沒辦法說 進產 進產 做不了什麼東西 做不了什麼 所以就他們有在外面上班的姐姐 跟他都要幫忙 那我就說 那你付家不會有意見嗎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從當小姐的時候 未婚的時候 就一路的他的媽媽 就會跟他們經濟勒索 就是錢要拿回來 所以他從小就幫到大了 對 然後甚至你說 後來長輩要走了對不對 是不是要田地啊 可以奔嘛 你說幾家長幾家長 你好歹分一塊錢 沒有 他就叫你的姐姐跟他 要拋棄 先拋棄繼承 家裡的田 就只能給哥哥跟弟弟 我看你好像沒有政產 沒有 豬肉也沒有幫忙 我沒有 我有抗飼料而已 那沒有幫忙 我聽說幾家長幾家長 我就知道怎麼說快快 對不對 幾分茶嗎 一般來說台灣人會說 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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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甲地就是尬東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即刻下載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分享